哈喽大家好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关于女生生理期护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我上个星期生理期 想说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普遍的 那大家应该都可能会遇得到 所以就想说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今天这光可能有点亮 但也可能忽亮忽暗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阴天 那云不知道飘到哪的时候 就是这样 那首先来说正常的生理期的状况 就是时间非常的准 然后不会有生理期的疼痛 也不会有生理期前的一些反应 然后呢血流量也是非常的正常的 像我自己呢 时间是非常准的 但是我最近多天的一个毛病 就是生理期前会有一些小的症状 那生理期中呢 我的疼痛感已经降低了差不多80%了 其实我几乎现在不会有生理期疼痛 血流量呢也是比较正常的 不是说那种很多很多很多 但也不会说那种很少很少很少 就是正常 那我怎么做到这些的呢 当然我的方法仅适用于我自己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因为毕竟每个人体质不同 他的可能身体的状况不一样 那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我自己首先来说 我的体质是属于那种上热下寒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容易冷的人 但是我下边永远都会比上面觉得冷 脚也会觉得冷 有时手也会觉得冷 那关于时间的方面的调整 这个其实我有点不对的点 是因为我其实是吃那种中药条理过来的 我之前身体期的时间就是差到十多天 这个月可能一号二号来 下个月可能就十一号十二号的那种 就是时间差得非常的久 所以就是我就每次都会有这种往后错的这种 所以我后来吃中药条理 条理的真的是非常的准 就是有的时候连时间都不太会错 就差不多下午四五点钟 我真的就差不多四五点钟来 那我后来长大之后呢 就是有一些生理期前的状况 就会觉得生理期前 整个身体的骨头节都感觉被打开了一样 那我后来就听别人推荐 吃这个月见草胶囊 然后呢我就买来一瓶试了试 当然了说实在话 你买一瓶两瓶 其实可能吃的不是特别见效 我这瓶已经吃了六四五年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它还挺管用的 它能缓解你生理期前的一些征兆 就是像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生理期前身体的骨头节 会变冷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戒掉了冰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管用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是生理期前 容易有问题 或者是脸上容易发炎长痘痘的人 你都可以去尝试这个 然后它这瓶月见草胶囊 还有一个小的用途 是我自己的用法 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月的血流量 不是非常的好 假设如果我来的很少 或者是我觉得量不够 我就会吃一颗 一天只吃一颗 可能只是在第一天第二天 我会一天吃一颗 为了让它增加排血量 但是如果你的血已经很多了 千万不要再吃这个 因为它会让你的流的更多 这样其实也不好 所以大家就是量力而为 当然这些保健品也好 药也好 都是你要去做功课 看是不是适合你自己 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方法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生理期之前 会吃的一种是这个 这个之前跟大家推荐过 它是什么八针一亩草胶囊 这个是生理期前一个星期吃 可以让你生理期 缓解你的症状 因为我一般有这个 这个小胶囊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吃月电草胶囊 我这最近这一年 哎半年多吧 其实吃这个吃的很少 所以这个还有一半 因为好 我小朋友 就还我小朋友 我好朋友给了我这个 我就吃 因为这个是国内带来的 不是经常有 在我有的时候才会吃 没有的时候我就算了 它这个真的非常的好 它主制功能是 益气养血 活血调精 用于什么气血两窥 什么血于所致的月经不调 就是它就是会让你 生理期的血流量比较好 然后会减少你的疼痛感 就是这点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生理期 如果你那些血 不能排干净的话 首先脸上容易长斑 其次呢 就会皮肤不好 脸色不好 时间久了 才还会容易有那种 复科疾病 假如什么子宫肌瘤啊 或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吃这个 就是进行那种调理 当然你可以去吃中药 去调理 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 就是大家一定 如果你觉得哪不好 一定要调理 一定要去治 因为生理期 其实我觉得对女生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毕竟要什么生小孩啊 要什么永保青春啊 就社会本身 我觉得就对女生 会比较残忍一点 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去调理 我自己有一个 我觉得最最最管用的方法 就是你不吃冰 如果你真的生理期 有任何的问题 你就不吃冰 然后多喝温热水 就虽然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都老土了 但是它真的管用 好 像我自己原来真的 生理期疼到不能上课 就是我原来生理期痛到 就第一天第二天 我一直就是在家躺着 而且我还会拉肚子 然后他们说拉肚子 其实是因为你气亏 就等于你hold不住那个气 所以你一直会拉肚子 所以我觉得说 那你就不吃冰了 当然了也不要生气 那就日常的去调理一下 然后我生理期当中的话 我会吃一个中酱汤 它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还拿了一盒 我有的 就是它是这种独立的 这是一盒嘛 它一盒当中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找 这个我真的觉得 它是非常有用的中药 然后它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小袋一小袋的 然后它里面再打开 还是这种一袋一袋的 然后你每次生理期的时候 把它泡在一个湖里 就是你一天把它当作水喝 然后你就去喝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调理你的生理期的血流量 其实我自己在生理期最在乎的问题 就是流血量 我不希望它流太少 但我也不想让它流太多 就我希望它正常 只要把我里面的脏的东西 或者是里面的淤血排出来就好 因为吃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你会有血块 像我前一阵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我有点贪凉 但我也没有喝那种大冰可乐 什么冰的奶茶 没有我喝奶茶都是不加冰的 可是大家也知道 不加冰奶茶其实也是有凉嘛 所以我就有一些小的淤的血块 我就会去用它把身体的那些淤血打出来 然后像我这次生理期 就是陆陆续续的流了很多的小血块 我最开始的血块真的很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就是有这么大的血块 就是从身体里流出来 当然我这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它一坨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血块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你觉得很大一坨 现在都是那种小小的 像我前几次生理期 几乎都不会有血块 所以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 还是非常管用的 那我生理期当中就是 一直不停的喝热水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想 吃各种药类的 好 那你就去喝红糖水 那我这个红糖水 是我自己比较推荐 它是什么 黑糖浆母 然后它真的是 浆味比较重 它红糖也比较重 然后这个就是独立包装的 然后它这一包当中 就是这种独立包装 你如果觉得方便的话 就是把这个C包里 然后你身体气来的时候 就泡上 那我自己的小建议是 大家喝这种红糖水 一定要用吸管 可能觉得说 喝红糖水 你还用吸管 因为红糖水真的是太甜了 它对你的牙齿 其实是有腐蚀性的 那你不能说 我身体好了 然后牙坏了也不行 所以就尽量用 那个吸管去喝红糖水 然后喝完假如说 一般我是弄一个大杯子 我用吸管一次性 假如说喝一杯 喝一杯之后 我还用再用清水涮一下 就是再喝 假如说喝两口清水 就当做洗了个牙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它就是也会帮你 把血块打下去 其实我觉得 它俩的功效差不多 但是两个 我尽量建议不要一起喝 我这一次就是两个一起喝 流了太多血了 就是像我自己说实在话 我不是那种身体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 所以我就是流血太多 我会头疼 那我后来我妈说 就属于那种 就是大脑缺血的那种感觉 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 生理期觉得很无力呀 或是怎么样的 像我自己就属于那种 生理期流血流多了 我会头疼 不是因为着凉了 我也没有洗头发 但是我就觉得说 哇头好痛啊 就是血流太多 它有点那种供血不足 你知道吧 就是日常你要多吃红枣 多吃补血的东西 多吃红豆啊 什么之类的 像我自己就没办法 我就因为懒 我也没有太去煮那些 所以我就先这样装二选一 接着最好的生理期 就是喝红糖 因为它在让你排掉 淤血的时候 它也会去补血 所以就是你看 好多那些生完孩子 产妇啊什么之类 都是喝红糖水 去打那些恶露 然后呢 再喝红糖也会 有一些补血 所以我觉得还是 非常的管用的 当然就是大家 不能说一天 我只喝这些 不就是你像这种 泡完了之后 喝个两到三杯 它就没有什么味道了 那你就接着去喝那种 热水 不要说喝那种 进口正好 要喝稍微有一点点糖 不要太糖 太糖对那个 食道和喉咙都不好 所以就喝一些 就是比较温热的一些水 然后还有就是暖暖袋 我不知道大家 是不是有那种暖暖袋 我今天忘了拿进来 是那种 我是家里用的是那种 里边不知道装饰什么 一个暖暖袋 就是放在微博炉里打一下 打两分钟 它就暖了 你就放在肚子上啊 腰上去捂它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暖暖包 就是便携是一次性的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双十一可以多囤一些 就是这种 然后它这个就是 说是可以维持24小时 我一般情况下 生理器都会带两片 然后一片是放在 前面的小肚子上 一片是暖腰上的 尤其像现在 就是天气比较凉了 其实加州已经进入了 秋冬季节 因为开始下雨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些 然后呢 我对大家有一些 小小的建议吧 就是生理器 首先不要吹腰 就是我不知道 它的原理是什么 但我觉得说 千万不要吹 有的时候觉得腰酸 什么之类的 你就是平躺 用这些暖身的东西 去热它 它就会缓解 那些腰酸腰痛的症状 然后如果你觉得说 如果嘴馋 或者是怎么样呢 大家想说吃冰的 千万不要吃冰的 我跟你讲 吃完冰的时候 就是你本来流血 你身体的温度 假如说36度 那冰的东西 假如说20度 你身体就要用自己的温度 去把那些凉的东西 去把它 怎么讲 消化和吸收 那你的血 突然间就被凉的东西 震住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淤血的感觉 它就会容易变成 子宫肌瘤 然后呢 可能有的人说 我已经生理期 三天了 或四天了 我已经最后一两天了 不 你要维持正常 如果你生理期 是五天的话 你最少要维持到七天 不要吃冰的 不要碰凉的东西 才会比较有用 不能说我前四天 保养的可好了 我第五天 然后突然间吃冰的怎么样 不 它还是会有浴血 大家就是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你身体可能 我前三天 结的差不多了 第四天也 就是很少一点 第五天 可能突然间第六天 又有一团血出来 当然我不知道 是不是每个人 就有这种状况 但我自己会有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尽量维持 比较长的时间 不吃这种冰的东西 当然我说的 不吃冰的东西 包含很多 就是容易让你血结住 就是不往下顺畅 首先就是你不能喝茶 就是你不能说 我这里去喝个奶茶 热奶茶 不 奶茶茶这个东西 是结血的 这些其实都是 我姥姥跟我讲的 我姥姥有时候笑我说 这都是你姥姥说的吧 我说对 姥姥就是外婆 因为南北方叫的不一样 就是 它真的是 有这种问题 就是你不要喝茶 然后水果当中 一定一定不能吃的 就是西瓜和葡萄 因为这两个 都属于阴的东西 就是含阴含凉的东西 就会对你的血流不畅 所以这两个 一定不能吃 这样吃温热的 像我现在可能活得 就搜索大家之后 活得比较在 我都会说 假如说今天我想吃芒果 我就会查 芒果会不会对 那个生理期有什么影响 网上都会告诉你 假如说芒果 对生理期的影响 它就会跳出来 芒果对生理期有什么影响 大家就是想吃什么的时候 去查一查 然后尽量就吃点简单的 清淡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生理期 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样 因为我生理期会头痛 然后血流的太多 你如果只是 血流的多的那种疼痛 那你没办法 只能躺着和热敷 就是你如果觉得头痛 你就去热敷 它一定会缓解你的头痛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偏头痛 就跟生理期流血多少 没有关系 那你在生理期的时候 就去吃喝葡萄汁 就是比较纯一点的葡萄汁 去喝那个葡萄汁 就会缓解你的头痛 那如果假如说 你说我是那种 生理期肚子疼 其实肚子疼 说难听点 就是血瘀在那没出来 那你就想办法把它热一点 就是红糖水热敷就这些 然后呢 生理期间有没有洗头 我虽然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根据 但是好几个女的 就是好几个女明星 之前不就说 是因为生理期洗头发 然后造成一个什么什么的 所以容易得子宫 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吧 反正咱不管 卵巢的问题还是怎么样 不管 就是大家能忍责忍 就是反正就这么一两天 你也不可能说 我一来一星期一星期不洗 不 你就是在头一两天 假如我生理期的第一天 第二天 你都尽量不洗 如果你能忍到第三天 那最好你忍不到 那你就第二天 晚上或第三天早上再去洗 就尽量忍着 我知道这个其实有点困难 像我自己也不一定 真的能忍得住 所以就是你尽量 减少生理期洗头发 那如果你实在避免不了 一定要保暖 就显头 你像我之前有推荐那种 洗头巾嘛 你可以把它包住 然后一定要立刻马上吹干 就是对你自己的身体比较好 然后穿的暖一点 不要说我生理期了 我光个大腿 然后穿个那个短裤 短裙就那种布 其实说实在话 我自己的感觉 就没有这么多人要看咱 像我自己也是 我觉得我这样好看 你又不差这两天 你身体系好了 你再穿呗 因为腿其实特别容易凉 还有脚特别容易凉 所以就是 好多人都说 我上面穿暖了 我下面就不会凉 上面有心脏的布 其实寒都是从下面往上走的 我自己说真的 真的是深有体会 所以我就觉得说 就是尽量 如果你真的要穿短裤 好没问题 找个天暖和道 或者是你没有生理期 你爱怎么穿怎么穿 如果假如说像你 我火力特别壮 我的浑身都热 那你就是比较幸运吧 像我自己就是属于那种 下寒上热的体质 我没办法 生理期穿这么少 我生理期五个 大棉袄 二棉袄那种 都不一定能缓解的过来 你穿的少 我更不一定 所以就是 这几个注意事 如果你生理期之前 能做到多吃水果 然后多吃素 那这些是最好的 我觉得说 大家其实为了皮肤 还是尽量 像我有的时候 最近这半年 我有的时候下巴会长一些痘 就是差不多两三颗 它不是说那种 喉咙种种的痘 它是让你看着还好 摸上去 你会感觉这边有点不平 有点像闷着的小臂口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 所以我也没有动它 它就是我生理期前的时候 它会比较明显 然后呢 它也没有什么 凸出来的东西 我也没有管它 等我生理期结束了 血流完之后 它就自己就平了 然后有的时候会反复 有的时候不会 所以我最近这个问题 是我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下巴长都是内分泌 可是我没觉得内分泌有什么问题 所以不知道 有可能岁数大了吧 生理期还有一个就是护肤 就别用什么美白的 什么刷酸了 就是别 就是你就正确的看待 我生理期长痘这件事 长了吗 长了 反正就是生理期来好的之后 它就会消失 那你干嘛不跟它和平相处呢 你把它抠了或解了弄了 到时候就更麻烦 还不是就是平静地面对 它就得了 生理期要做的就是保湿 就清洁嘛 虽然这话都是老生常谈 我觉得就是生理期 就是把脸洗干净了 然后呢 做好保湿 不要瞎做什么有的没的面膜 像什么 我今天做了个这个面膜 我今天做了那个面膜 不 就是也容易过敏 也容易敏感 因为那个时期比较敏感 不 你就是老老实实地 待这么一两个星期 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这个说给你们 也是说给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是忍不住 后来我最近我就觉得想开了 就是反正它也会好 我干嘛动它呢 我动它到时候落疤落叶的 更难看 所以我就算了 就是好好保湿 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那你避免不了不化妆 那就化妆好好卸妆 尽量就是做好保湿 然后尽量用什么保湿精化 也别说 我来个抗美白的 我抗氧化的 就算了吧 就过来再说 然后也不是说 我多用点去豆产品 这个豆不是说从你脸上发出来 其实它是从你身体出来的 所以其实你看不了豆 所以你就跟它和平相处 好好好好的 这种度过这生理期 那不就皆大欢喜吗 对不对 还有一个最后一点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 就是 就是如果你生理期 不要怕怕怕 为什么呢 因为生理期怕怕怕 好 如果你说我不怕疼 不怕任何问题 它会让你日后 有一个比较不好的 就是它会容易产生 不孕不育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它会 你的生理期 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 那什么 然后呢 它就会觉得说 有一种产生一种抗体 就是它会抵抗这个东西 等到你真的以后 需要结婚 生小孩的时候 那你 它再 你们再准备结合的时候 它已经抵抗了这个东西 它觉得 就开始排斥了 就我讲的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反正就容易不孕不孕 就多人两天 然后呢 如果假如说 你说 我生理期五天 那我第五天就可以了 不 因为其实它 生理期是一个子宫内膜的脱落 它在脱落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有一些小伤口 为什么流血 其实也是有一些小伤口 那你 它就是 在恢复当中 你让它多恢复两天 你如果实在忍不住 你五天结束 你就第七天 那如果假如说 你说我可以忍受 那你就再多往后几天嘛 因为 在生理期最后开始的时候 就是生理期 逐渐逐渐结束的时候 你的磁性激素 就升高 那磁性激素 升高的时候 你就 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嘛 那 虽然有感觉 但是还是尽量 要忍住嘛 就对自己身体比较好 我自己觉得说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 逼你自己对自己好 更重要 就是你不需要 为任何人牺牲 你也不需要说 用自己的健康 或者用自己的青春 去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不知道 就是 你爱自己最重要 这是我自己 真的认真想说的话 就是 说难听点 今天你死了 便宜的都是别人 当然话不能这么讲 就是觉得 我这样讲有点过分 但是真的就是这样 你好好活着 就是 有一切的可能 如果你因为某些 假如生理期 我忍不住 我要洗头啊 什么我要 那 这些都 我觉得 还是不要吧 就是我自己的建议 就我都这岁数了 就是看的比较开吧 搞得就七老八十 好 那以上就是 这期视频 虽然有点 唠唠叨叨 废话有点多 那还是希望 可以帮助到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可以帮我点赞 关注弹幕 那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